你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錢 這幅全都謝謝你 這不可能 我知道了 這錢是女偷的對不對 一定是農業的顧家的錢 沒錯 還若是你就是個女騙子 還是個小偷 你就是個女騙子 你怎麼可能有那麼多錢 你這網人把她抓走 這網人 韓若雪 你這個丟人現眼的賤人 你抓走 我說的是你 不不不 你可能誤會了 我們是韓總的事 誤會了 我早就告訴你了 不要在韓家地盤上胡作非為 保安呢 保安怎麼還沒來 不用 我們自己能走 韓若雪 你給我等著 大小姐 你還有什麼分過 拍賣會結束 幫她一個散場 這拍賣會 是你去辦的 你被嚇到了 嚇到都沒有 就是有點輕訝 所以 你就是他們說的 韓總 我還是 不要過早告訴她我的身份吧 我只是韓總的親戚 她事務繁忙 所以 托我幫她處理 我就說嘛 你和有錢人不一樣 怎麼樣 經過今天的這件事 你相信我了吧 謝謝你 要說謝的話 你把心裡能謝的 說 這樣吧 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救我 三年前在巷子裡 五天前在酒店大廳 兩天前在國際漢門人口 你真不記得了 小時候 你曾經救過一個小男孩 小男孩 打不倒的會讓你更加堅強 你就是那個小男孩 是啊 其實啊 你救的那個小男孩 就是我 這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但是我記了一輩子 這才說明你內心善良 跟顧家的人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 你打算怎麼辦 我準備先找一個正點的工作 等我有了實力 我一定去顧家 多會屬於我和我媽擁有的一切 這樣的話 你可以先去韓家新開的公司試試啊 我 韓總能看得上我嗎 哎呀 你先去試試嘛 我也會幫你跟韓總說說好話的 那太好了 若雪 謝謝你 我還要說謝謝你呢 今天這件事是對顧家的雙重打擊 現在顧喜盛應該已經回歸家大鬧去吧 其實 你這是怎麼了 不是去參加韓總的拍賣會嗎 怎麼搞這麼老 不知道還有人去打架了嗎 這是被人擋的 我們就是王八蛋 怎麼回事啊 哎呀 這韓總不是叫我們去參加他的拍賣會嗎 結果他自己又沒現身 這也就算了 我們還遇上了韓若雪那個賤人 他也不知道從哪搞了一身衣服 穿得光鮮亮麗的 還故意設計陷害我們 害得我和喜盛在那麼多人面前被趕出來了 而且 而這什麼啊 如燕你快把話說完 顧景成也來了 什麼 顧景成 他不是失憶了嗎 那都是他裝的 我們都不再騙了 顧景成已經不是我們顧家的人了 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了 我猜 他這次回來 就是為了奪求我們顧家的家事 我當初就不應該失了 放過他 我絕不能洗顧景成這個野手 他叫我們顧家大門 這顧家的家事 比我想的還要麻煩啊 要不然 我找個借口溜了吧 阿姨 齊盛 我公司還有點事 我先走了啊 哎呀 如燕你們再坐一會兒 不了不了 我先走了 我們家何小姐要走 你也不送一送 我這煩子呢 哪有功夫送他 哎呀 你這個傻兒子啊 你要是能把何小姐穩住了 還做什麼煩心事件解決不了啊 不管是韓若雪還是顧景成 憑何家的實力 只要收拾他們 還不是一如反掌 可是 我把拍媒會搞砸了 我擔心 如燕他不認可我 哎 哎 我聽說韓總在領海市 有一個房地產開發的案子 你要不找韓總談談 說不定還能往回何小姐了 房地產開發案 哎呦 怎麼又是你 都說了韓總不想見你 我這次去跟韓總談 求你 他合作你也會 我告訴你 這次韓總一定會見我 你最好趕緊去做 我跟你的大事 你快我 進去吧 我早晚收拾你 韓總 怎麼是你 怎麼就不能是我 我現在韓市集團上門 韓總認命我被這次啟發案的全權負責 就你 你這個野總也不像韓市集團上班 配不配 韓總說了算 我要見韓總 我才不跟你這個野總談不出 我警告你 這裡是韓家人的地盤 而我現在代表的是韓總 你侮辱了我 你侮辱了我 就停侮辱了韓總 退不去 我早上把你拖著去 你呸 你這個狗障人士的傢伙 現在敢在老子面前耀武揚威 住手 你不是那個韓洛雪請來的演員嗎 現在怎麼跟著 顧景城這個廢物嗎 滿嘴胡言 我看你是找打 你你敢打我 打你怎麼了 你再敢對洛雪出言不遜 我絕不饒你 然然 把他給我扔出去 你 你們 永遠不得他路韓市集團衣服 我叫韓總 真是個沒出息的廢物 媽 啊 這是怎麼了 誰打的你啊 都是那個顧景城 什麼 你不是去找韓總談合作了嗎 怎麼會餵到顧景城啊 顧景城那個小白臉 他不知道用什麼手段 將讓韓總把他招進了他的公司 而且他他還能代表韓總 是他叫人打你的 那倒不是 哎媽 你還記得 韓若雪 找來大鬧奶奶受菸的那個男人嗎 他竟然也在韓總公司 說不定啊 他顧景城就是一虎的 蛋 竟然跟著我的寶貝兒子 顧景城 我也找人好好的教訓教育他 對媽 你可得好好教訓他 你其人之道和其人之聲 喂 王少嗎 我現在有個門 你能不能幫幫我 你能不能幫幫我 大小姐小心 怎麼又是你 哎呦 姑奶奶啊 我真不知道是您 我錯 是誰派你來的 這這個這 你要是再不說實話的話 我今天就廢了你 我不說我說 是 顧家看的 實話的人我弄幾個都 很穩 這一次顧家是真的把我給惹怒了 回去告訴顧子 從今天起 林海市寒家和他們勢不了力 你們還不看滾 顧家真的是狠毒啊 還好今天有你們在 要不然 我可能就看不見明天的太陽 警察 警察 你就是太心軟了 我之前跟你說的提議 你該考慮考慮了 可是 我還是想再爭取一下 好吧 都聽你的 哦 媽 我去開門 哎呀 啊 你誰啊 你憑什麼打我 把我打不死你個子 皇上 你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人肉 來我告訴你來什麼意思啊 你們顧家 這次 真的要倒大呀 我跟你說 皇上 你把話說清楚呀 啊 看清我啥口了 韓家打的 我說你們什麼找事啊 趕快要回去找韓家 啊 不是啊 我們明明讓你早過去撐 跟韓家有什麼關係啊 你問我我問誰啊 這次 韓家的總管親自出來保證共同城 麻醉了 趕快我起床去 以後 韓家給你們顧下 事不兩立 什麼 媽 別說啊 以後 再趕不顧你生了歪天子 我不知道 你忘不了 放了什麼 啊 這些混混是誰啊 齊燦 你眼睛的傷怎麼來的 嗯 還不是顧景昇那個混蛋做的好事 本來我想叫人去叫醒他一頓 結果 他仗著由韓家當靠山 把我們起床打成真影 什麼 你派人去找景昇的麻煩啊 哎呀 陳琳啊 他可是起床的弟弟啊 我陪 奶奶 他根本就不配當顧家人 他永遠都不能進顧家的門 我媽不是小三 建成 真的是你啊 顧景昇 你還敢來 顧景昇 你敢對你去動手 韓家絕對不會饒你的 韓露雪 你這個狗詐人士的東西 到底使了什麼招數 過分上韓家 陳琳 再敢胡說八道 我絕不放過你 奶奶 你看 你心心念念的也懂 他就是個白眼狼 他現在還揚言要打我媽 好了 都別吵了 景昇 這四年來你過得好嗎 我過得好不好 跟你們顧家一點關係都沒有 哎 糟尿 這都是糟尿 媽 你看看這個配合的樣子 根本不值得您關心 陳琳 你少在這挑不理解 當初要不是因為 你把我媽趕住家門 我媽會壞命而早逝嗎 還有 你們為了得到護家家產 製造車禍 戌圖謀殺我 要不是我假裝失誼 能活到今天 什麼 難道你母親不是偷借家產 被趕出護家 還有你的突然笑聲 難道不是萬一是把你解釋 賣入國外 這裡就得問他們陳琳母子了 沒有 我已經調查過了 當年顧家事件的命 是誰 是誰 你 看著我幹什麼 我可是顧家名字很嚴重的媳婦兒 我怎麼能幹出拖欠這種不要臉的事 你能教育出不起生日的道德敗壞的兒子 太容易暗算了 不管再幹出多壞的事 太rze期了 黃路成你這個賤人還敢胡說八道 想пpical一完 這大名護仗的野蠻 還敢追上費動手 我今天來 就是給你們顧家最後一個機會 如果能給我媽一個明白 我就說服還是早放 對 陸景晨我告訴你 只要我成立活在世上一天 你妈那个小山 永远不可能名字严顺地进入我们顾家大门 哪怕他的牌位 你 你你敢当我 这一巴掌 是我告诉你们顾家 从今天起 你们的好日子正式到头了 紫辰 赶紧走 是 警察 这一次你不会再遥远的 绝对不会 一切都是按照你提议的来自 分不下去三天之内让顾家破产 警察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做是股份 值得他们顾客 应该应得的抱怨 紫辰 如果 我从一开始遇到你就好 洛雪 我都不希望 我能成为你一开始就站在你身边 我一定能忍受什么难度 我分了你的生命 然洛雪这个贱人 下宿可真多重的 妈 他说喊叫要找我麻烦 那是真的吗 嘿 他以为他姓韩 就是韩家的大小姐吗 话说出来就是吓咕吓咕你的 我真就不信了 就凭他跟顾景臣 才能算出什么浪 完了完了顾家完了 这个疯丫头 杀出什么 刚刚接下董事会消息 是不是顾家最大的鼓励 已经撤资了 现在公司你现在有资金危机 什么 为什么人通知我 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才撤资的呀 他们只要举报 说是因为你乱搞那里关系 你想十分恶劣 总是会在那考虑要不要开除你啊 妈 这个怎么办呀 绝对不能让公司开除我呀 儿子 你别急 赶紧收拾一下去公司 我们一定要向公司给我们一个说卡 走 对对对 走走走走 这人也不可活 你死人 什么样子 你们在干什么 顾起上 你还有脸来公司啊 我凭什么不能来 我还想问问你们 凭什么开除 你看看你 你自己得罪了谁 心里不清楚吗 再怎么说 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就开除起胜吧 这话你去和董事会还有股东们说 啊 他们现在纷纷要撤资 统一口径说 只要顾起上在公司再待一天 就再也不和我们顾市集团合作 你们非要逼死我们顾家吗你 你要怪就怪你的好儿子 你看看他干了什么好事啊 你们以后再也不要在公司出现 丢人现役 哈哈 顾总来了 有没有搞错 你叫他顾总 没错 这是我们顾市集团 新上任的代理总裁 他顾景城 不过就是一个小三生的野总 他凭什么当总裁 你要是再敢对我妈妈出面不信 你绝不容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你 顾景城 你把话不要说清楚 谭总已经收够了顾市集团 而我 就是看中心任的 是啊 你的东西都已经在这儿啊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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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嗯 这样 中才缺个扫厕所的啊 你要实在不行 干嘛 啊 哈哈哈哈 你 你呢 哈哈哈 妈妈你可疼妈 没事吧妈 你呢 这是什么 你怎么说 硬生说妈可能是肢心中风 你什么时候醒不了 还有 医院刚刚切脚一样的 你还说钱不够了 都怪你平时挂钱大手大脚 怎么现在连帮你要被你拿出来 你好意思说我 妈这样还不都是你气的 你别吵了 这比是医院了 那现在怎么办 哎 你幹嘛不去找何小姐 怎麼那麼遠 他們一定不會戒死不救的 對對對對 我現在馬上給蘆元打個電話 怎麼樣 沒有電話一直打不通 好 這 物資料都破產了 誰帶來 老娘才不知道自己怎麼說的 呦何如燕 你這是打算跑路了 什麼呀 安若雪你這個見人留遠一點 沒空搭理 你現在想跑啊也是晚了 你就是何如燕吧 你是誰啊什麼事 今天舉報 你參與國外一起重大經濟詐騙 根據相關法律 我必須帶你回去配合調查 胡說 我怎麼可能是什麼詐騙犯呢 我已經調查過了 你在國外欠了一大筆錢 而且還是在逃的經濟詐騙犯 這次回國就是想敲詐顧家一起 沒想到在這個節奏而上 顧家竟然破產了 快說 哎 啊 你 韓若雪 我不會放過你的 等你從牢裡出來的再說吧 如燕 我現在有局勢找你 如果你看到 馬上給我回個電話 哥 你別找那個何如燕了 已經沒有用了 什麼意思 你自己看看 他竟然是差別犯 看來他從一開始就是沒安好心的 從他回國開始 這才算盡我們顧家家去 原來 我早就覺得這個何如燕不靠譜 可是你媽媽就是執迷不悟 一心想拍何家 誰能留到 這何家的大小姐 現在被網上通緝 居然是個詐騙犯啊 哥 你趕緊想想辦法 幫我顧家就完了 我沒有什麼辦法 只不知道那個都精神 你也知道嗎 到底不是 只有多了 韓家 現在 還當成了故事 是你已經在 你要不去求求他 求求他放過我們 我的我就算是死了 也不會去跟那個顏總低頭認錯 滾 找你啊 這都是上輩子找的你啊